大家好,這一集是跨幅競技場 好,然後我已經有兩天沒有打跨幅了喔 兩天,所以我被打到了大師2喔 那因為我平常沒有錄的話,我就是習慣直接按挑戰五次喔 因為我也懶得去按,因為他的思路門還要跑,跑很久喔 好,那今天被打到大師2了,所以我們今天再來打上中師好了 打上中師我們就結束,好不好,目標要打上中師 好,先往上爬一階喔 三個人,那我們打這個很久沒有打的ARO主好了 好,變強的感覺 他這個傻白在這邊 痾,讓我的一波流好像有一點點小小的困難喔 小小的困難 好,那 好,我們還是打他好了,這個跟我一樣的一個援護喔 然後 大蛇援護滿等喔,兩個援護滿等的 這個對手喔 好,也是經常在中師組跟他切戳道喔 那我們就打他囉 我感覺喔 你們還是比較喜歡看我跨浮競技場欸 就我感覺 以這個 痾 觀看 觀看的次數以及這個 觀看的時間 我就覺得說 哇,你們真的比較喜歡看我打跨浮競技場欸 痾,為什麼呀 我就算PO這個競技場阿,還是什麼其他的 終極之戰,巔峰,你們好像都比較沒有那麼感興趣喔 但是看跨浮,你們就 痾,這個 熱弱很多喔,不知道為什麼喔 當然我昨天PO了一個有妹妹的你們也蠻熱弱的啦 那當然 不過這個撇除掉那個原因喔 那為什麼 這個 跨浮競技場你們這麼喜歡阿 這個,所以我還是想說 欸,那我還是來拍這個跨浮競技場好了 畢竟我那個終極跟 終極跟 終極跟那個 巔峰我還是會拍啦 不過感覺你們好像也沒有很愛看喔 就有一些部分的 部分的玩家比較希望我拍喔 那我還是會拍啦 就是 因為那個拍也比較 耗時耗力阿 因為那個要邊打阿 一邊實況對戰喔 對啊 然後這個又不是那種 那種電競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平常你練久了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就是 邊講話邊打 阿這個都是要被卡牌的 所以 所以說 有時候 有時候邊講邊打 那個 就會忘記喔 就像你一邊數著這個 數字喔 1到 100好了 然後中間那邊跟人家講話 喔 那就會很容易忘記你數到哪裡喔 就是一樣的概念阿 因為你要一直去記得那個 你當前的 東西喔 好 好 那我講廢話的同時喔 這個 第一隊應該要被我解決掉了喔 用K的練動喔 K真的是一張好用的卡喔 這個 出了三年多 喔 快四年了吧 三年半了喔 這個卡 依舊是很 好用喔 你看練動打的傷害有輸這個女高嗎 沒有 女高不知道是削成跟死一樣還是怎麼樣 這個 我不懂為什麼他六門的傷害會這麼的低喔 真的是蠻扯的喔 跟他的小技能差不多的傷害喔 跟他的小技能差不多的傷害喔 這個肯定是有動過手腳的喔 否則這個傷害係數跟小技能差了三倍喔 我不要說三倍了喔 我連一倍一倍多一點點都很難感覺到喔 所以這個 說沒有動手腳是不可能啦 好 然後我們以先手的 先手之之喔 然後打到了他的二隊喔 喔 他的堂福路 是怎樣 喔 他沒有開大喔 所以沒有鎖血啦 因為他好像是 我沒有記得 我沒有看得很清楚喔 反正 可能是因為第一個回合過了 然後沒有開大 第二個回合不鎖血喔 所以我的女高 然後直接小技能帶走喔 連這個鋼鈴聲都沒有觸發喔 那大蛇其實打人也算痛啦 不過在我的體系回合 就看起來 不怎麼樣喔 就滿癢的喔 那我最近在糾結說 到底要不要拿這個貓娜喔 因為我在想說要拿貓娜阿 要拿牌書阿 要拿 每次都拿 然後最後每次都養不好 所以其實拿卡還是要慎重喔 真的要慎重的選卡 不要每次都拿 每次都養不好喔 就是 浪費錢喔 來浪費這個 這個 養他的資源喔 不過原本是有打算要拿菌娜啦 然後到現在變成了貓娜 害我就有點猶豫了喔 因為這個魂種畢竟是比較特殊一點喔 那還要等這個用起來 有實用 呃 實戰的 呃 戰鬥過程我才來做決定啦 但是我猜應該是滿有可能會拿的喔 應該是二線出卡吧 反正我就習慣拿放二線阿 因為我們 我們區的箭矢不好拿 講真的 因為我們區有很多小號喔 很無聊喔 每次都會出來亂一下喔 所以其實我們區的限時真的不好拿 那 其實你分兩次他就 很難影響到你啦 我就這樣覺得 他要這樣子耍憨 影響你的程度就變低了 因為如果你要一次拚的話 很傷喔 很傷 那反正我也沒差喔 慢慢拿 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也沒有說多擠阿 因為你現有的角色也不是說養的很多完美啦 所以這種卡片慢慢拿就好啦 除非你真的是很即興子喔 好這個回合因為我的主力都有大招喔 所以 就差不多了喔 欸其實打的比我想像中的輕鬆欸 各位有發覺嗎 你看我現在主力好像沒有死很多隻喔 連白鹿都還活著 這蠻驚人的喔 白鹿居然活著比這個灑白9喔 天啊灑白在幹嘛 灑白快70萬吃了我一堆的這個資源喔 我的白鹿都已經重生過了你知道嗎 現在裝備都只有80 然後符文是垃圾 奧義也是垃圾 結果佔的比灑白9喔 我也是沒有話可以說喔 這個灑白要旁邊反省一下喔 好太好了買PN喔 我最喜歡跟他切磋了喔 好一隊一定贏喔 那我們一樣喔先手二 先手之之贏戰二隊喔 那我跟你講他這個自從這個神 神級 終於記得了 這個 這個神級喔 在4的6門開了之後 幹變得爆炸強喔 爆炸強我那個 唐夫露沒有上之前是完全打不贏他的喔 那唐夫露上之後才有辦法跟他一戰喔 因為他原本就很強 他的援護也爆強 所以 就是神級開了真的是喔 那個時候是完全打不贏他的狀況喔 那我老頭上了之後又有 又有這個可以跟他 競爭的能力啦 好所以我們來 來打一下喔 看一下 他基本上也是完全捨棄 而這個啦 他的一隊 就是他的小隊啦 那小隊是真的沒什麼練的感覺喔 可能都重生過了啦 以前用的卡啦 就虎創這樣子喔 然後還帶了一個 格格不入的這個 這個 莉安娜啊 那其實他是完全放棄一隊了啦 他就把主 這個完全搞在二隊這樣子 那也很好喔 非常好啊 因為不但你可以兼顧競技場也可以 打跨服打到不錯的成績喔 不然你搞兩隊 如果你不是土豪的話 有那個支援搞兩隊 不可能啊 一隊都搞不好 所以搞一隊是 是比較正確的決定啦 好 這個戰魂也很猛 緣護也很猛 角色也很猛 的這個蛇隊喔 那基本都六門吧 除了火姬啦 因為他覺得火姬沒有必要吧 那除此之外 他的其他五張卡都是六門喔 然後他的援護也練得很深喔 超可怕的 他援護一出來真的是 很可怕喔 很可怕 我也希望我可以養一個 跟他一樣強的援護喔 那真的是整體 不管在什麼模式 也不是什麼模式啦 在很多方面 只要援護可以用到的模式 都會強超級多喔 好 欸是打火姬啊 我還是打爪巴喔 好 打火姬也可以啊 那我們先把前排兩個推掉喔 好 嘖 其實把爪巴推掉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沒關係喔 因為這也不是我能決定的喔 升級來了喔 那老頭第一回合縮寫喔 跟他的瘋娜真的是很兇喔 我第一個回合是有必殺抗性的喔 他還可以打我傻白這麼高的傷害啊 欸我傻白的面板的免傷率就有90%啊 他更不用說在護盾期間喔 然後還有很多的這個BUB加成 所以第一個回合傻白還是滿能扛的啦 除非是被這個火給燒了喔 被火傷沒得說喔 因為你免傷200萬 都還是會被燒很痛喔 好他的爪巴依然殘血 矗力在那邊喔 好我的爪巴撐不住啦 這是爪巴 火草 我怎麼會電電的爪巴呢 好我的爆發回合喔 可惜女高沒有滿怒喔 差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 我講的這個貓娜的回100怒 你就知道是多麼至關重要的100怒喔 所以這也是我考慮要不要拿的一個點 喔還好有死喔 欸幹沒死 我以為有死欸 喔那他神機這個再次沒有死我就 很 很很麻煩喔 喔還好喔 我的這個老頭開了鋼鳴聲 又是爆氣回合喔 所以 打不了什麼傷害喔 好那三隻的阻力一樣喔 再滿怒一次喔 好爪巴終於喔 在第四個回合把他收掉喔 原來他一直在那邊煩喔 哇但是他在一次真的是不斷的回血 然後一直打傷害喔 滿煩的一個卡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一直打到我的老頭喔 鎖血鎖到他會怕喔 真的是完全把他克死死的喔 這個老頭 終於是鎖血完然後 回合之後又回血 然後 再試滿怒又去打他這樣子 等於說他大招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喔 因為打到老頭 被鎖住喔 沒有辦法秒掉人喔 好那這場基本上我是贏了喔 現在剩下一個女高實在是無力回天喔 好這個三巨頭果然是 矗力的很很猛喔 好我以為會升階結果沒有喔 好那我們直接往上打 打這個 黃族的老鼠仔 好像沒有打過他 932萬的戰力 然後 幾乎不可能會贏 但是他之前好像有按過我一次 然後我不小心贏了喔 我有看過那個戰報 真的是超級不小心贏的喔 那我剛剛認為我剛剛看一下勝率幾乎是沒有喔 所以我們就跳過他 我們打他喔 他就才比較有一點點就是 可看性喔 不然我剛剛打那個幾乎是穩輸的喔 好那第一隊的話 恩 未必會贏喔 未必會贏 如果贏了的話二隊應該就會贏 二隊應該就會贏 那如果輸了的話 未二隊 後手的方面打的話 會比較打得比較精彩啦 會打得比較精彩一點 他是23區的這個 幻星月喔 我好像比較少跟他切磋齁 比較少啦 可能是 比較少匹配到的伺服器喔 因為每一期都在做一個 更動的樣子喔 跨幅 可能也是為了讓我們大家增添一點 遊戲樂趣喔 阿 阿修沒有打掉那就麻煩了喔 阿修那個回血彈回來喔 是 也是一個頭很痛的一個點喔 好那我覺得三隻就足夠讓我們 輸掉這個一隊喔 這三隻十五隻子活下來的 好爪八也被幹掉了喔 雖然我爪八已經拆這個 福安奧義了喔 剩下大概四十萬的戰力而已 但是 他還是可以啦 如果再二隊的話 還是可以跟這個 很多卡片一戰喔 還是沒秒掉他的這個阿修喔 那基本上我覺得他阿修跟火草是 穩贏啦 穩贏我這個 小 小殘兵隊喔 這個羅羅隊喔 因為我這個羅羅隊只能打 一個回合爆發而已喔 那剩下的 喔K 會不會有一點機會 來K這個直接灌爆火草 因為火草的續航比較強喔 所以先打掉火草 好 沒關係喔 打阿修 也還OK啦 也還OK 那我的火舞也是八門的喔 不知道這點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會是主力培養的喔 那為什麼剛剛出來不是 這個八門的技能 因為奧義的條件不夠喔 因為條件不夠的關係 喔 他的上陣K也是有點兇 難怪要去拿K援護喔 因為他的K應該也是有練過的喔 哇 沒救了喔 火草一燒就再見了 不然如果小技能喔 因為無界小技能是連發的喔 轉身之後 我有沒有還在指望說 搞不好無界小技能可以做一個 狂暈然後營火草 看來是 我想太多了喔 那他的一波流喔 熊隊的一波流 哇 其實讓我感覺有點危險喔 喔 不過剛剛還好 因為老頭喔 有老頭在我真的是 讓一波流頭痛很多很多喔 因為原本我兩隻女高跟惡夢 比較有條件性啦 如果沒有殺死人 那惡夢也是很脆阿 所以 但是有老頭這個比較穩定的存在喔 對一波流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喔 所以現在我即使後手被一波流打 那基本上勝率也是算很高的 因為現在也沒什麼一波流啦 講真的 誰願意玩一波流啊 這個不但是玩法 非常的難度比較高啦 然後也 相對效益現在也比較低了喔 當初因為可以 越戰阿打別人阿 你去研究你去牌 才有意義喔 那現在你越戰被人家反打阿 那又何必去玩這個一波流喔 所以還是玩這個主流的四魂比較 比較當道一點點喔 所以現在看到你們區的一波流 應該也沒幾隻阿 我說可能前十或者前五名阿 後面的話當然很多還是堅持這個 可能第一隻指的一波流 然後拿個女高惡夢 或是其中一隻而已喔 那 那 因為那是排名比較後面的喔 那一波流都還有競爭力喔 那你如果到前面一點的話 講真的 很難阿 一波流很難 當然除非你是土豪啦 那一波流還是打別人打到爆炸那種 你知道嗎 還是打爆別人喔 因為土豪一個回合真的就把別人打爆了喔 欸怎麼都打我的堂福路阿 打 下面好嗎 下面 阿完蛋了 輸了 怎麼 哇 剛剛有看到各位有看到嗎 幾乎 一百個大招 一百個小技能都打我的堂福路 打到死 才換人耶 哇這個 也要認了啦 這種運氣喔 因為剛剛他也是扛了夠多傷害了喔 但是真的是一百個大招都是打他喔 那你想要 想要救他也沒辦法喔 你看現在 他的 爪巴又剩下大概20滴血這樣子 沒有死耶 所以 不知道該怎麼說啦 好 噩夢如果死了就再見了喔 基本上是活不過了啦 血量太低了 好 那我們來看女高表演一下好了 好 也沒有一個尼斯來幫助他囉 就只能看他自己表演喔 應該不是表演啦 應該叫做被虐殺啦 好 好也沒有隱身次數了 OK 不可能喔 不可能 這個剛剛那個概率喔 我不相信這種概率喔 來 再一次 因為剛剛那個概率必須要是我1隊輸的情況下 然後 2隊也要 剛剛要不是他集火糖浮露 基本上是會贏啦 因為他剛剛打我糖浮露 打了很久嘛 很吃力 我等一下糖浮露一個大招回滿血喔 哇 那個 對面的那個想法應該是 真的 滿腦都是 滿 全都是髒話吧 就是 打這麼 打老半天喔 一個大然後又回滿血了喔 那基本上剛剛那個糖浮露如果沒有死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輸啦 基本上不會輸 所以我才講說 既然這麼多的巧合湊在一起讓我輸了喔 再打一場應該是不太可能 會發生一樣的故事啦 有沒有 這一次阿修就被爆掉了喔 那為什麼上一個回合沒有爆掉 這個回合爆掉喔 有可能是因為殺戮魂 只能生效同一個 只能生效在一個玩一個角色身上喔 那這一次是生效在後排的這個阿修 上次是生效在前排 所以 就會有可能 同一隻角色 一樣的傷害 然後 一個殘血彈回去 一個是 確實可以秒殺的情形喔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覺得說 哇我怎麼會被這個酒吧的東西 背了這麼的熟喔 熟到我自己都覺得有點驚人喔 要是我這個 因為各位知道我還是學生嘛 有時候讀書這麼厲害就好啦 你有時候這麼認真就好啦 對有時候自己講一講的發現 哇 原來自己對於這個酒吧的這個 東西實在是 怎麼會熟成這樣子喔 好 但是他會不會一隻火草打我全部 我覺得相當有可能喔 相當有可能 除非我的K有大招啦 因為K可以把他帶走 練動 還是很管用喔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很難喔 他的火草幾乎是 一隻獨秀喔 然後又有回血喔 沒有秒殺他真的會被秒 真的會被打死喔 啊 差一點 好我們只能指望 欸好像不行耶 一定會輸喔 一定會輸 因為K有大招 一裂 火草也有大招 一裂 對啊那K一定會死的喔 齁 結果K自己兩裂喔 自己召喚自己喔 好那跟剛剛差不多喔 一樣是留這兩隻 那代表我們等一下主隊也是要後手 後手去打這個 二隊喔 但我相信這一次會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老頭 被圍毆這麼多次 完全沒有換人打 自己有點離譜喔 好這個就不用看了 肯定是輸掉這個第一局喔 好不過比較麻煩一點是 一個援護也會被用掉一次喔 好 好熊隊喔 哇 控了我這個惡夢喔 等一下好像也沒有人可以解掉他的石化喔 因為只有女高跟 火草可以解喔 因為只有女高跟火草可以解喔 但是火草沒有 活下去的可能 女高沒有滿怒的可能 所以我的惡夢基本上是被控住 一個回合喔 所以我的惡夢基本上是被控住一個回合喔 好我的唐芙露有大招喔 好 好因為是熊 哇這個控率是怎樣啊 是真的是 真的是 系統要你輸不能不輸欸 不能不輸是嗎 不能不輸是嗎 好女高可以解掉喔 那惡夢找一個人帶走吧 不然 你不擊殺實在是有點垃圾喔 哇結果惡夢沒有擊殺人啊 這尷尬啦 喔有了有了 擊殺了這個 無界喔 感謝無蟹兄的送頭 嘿鎖血了解一下 好剛鈴聲觸發了喔 好女高也跑掉 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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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回事啊 他還是往我的唐芙露往死裡打那種欸 就是往死裡打 好不過沒關係喔 惡夢還活著喔 那其實 痾 痾 就還有勝率喔 如果惡夢死了的話 剩下女高 要挑這些角色是不可能的喔 女高是有一條六的能力 前提是對面沒有惡夢喔 否則你一旦被套上惡夢 而且每個回合喔 根本是沒有 不可能會有贏的可能性喔 哇 好又要輸了 又要輸了 好 這個 沒有想到喔 他二隊這麼的強悍喔 好 還打嗎 最後一次我還是要打 我還是很不相信喔 這個 的確他女高非常強 這個我 我很承認他 因為他的女高 剛剛打了我的惡夢那個傷害 我就知道 這個女高不是神遊的燈喔 這個女高不是神遊的燈喔 但是我還是 不相信說我的二隊 會 會輸喔 會輸這個 一波流喔 雖然是 雖然是 在跨幅競技場 因為有戰魂的這個 效果啦 因為我的二隊沒有辦法 減他的 減他的弓了 因為我的 二隊後手減弓 已經用在他的一隊身上了 所以 等於說我是沒有減弓的情況下 去打他的二隊一波流 所以他二隊一波流 會變得非常的痛 然後 然後加上有戰神 呃 戰魂的效果 我有被扣負面狀態 他沒有 所以其實 打後手是非常 差很多的喔 那這也是為什麼他一波流可以 剛剛打贏喔 但我認為還是運氣成分啦 我的剛剛 唐富露還是被 集火集到死 那種概念喔 好 那一隊還是輸喔 沒有差 因為我要看的是二隊喔 一隊是輸掉了喔 那看到一隊這樣子我蠻心酸的喔 當初這個 本狐一波流喔 堪稱無敵的存在喔 現在是被 一個隨便一個15隻子 碾壓的一個體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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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一個菜雞戰狼喔 畢竟現在角色實在出得太強了喔 各位有感覺嗎 出得實在強到 強到無法無天那種概念 以前的卡真的都可以丟了 你知道嗎 剛開始的15隻子 是 恩 一人獨爆 那還有一點點 因為你全部支援灌給他 然後獅子15 獅子15的技能 然後一人獨爆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 呃 情有可原 還說得過去啦 那現在的15隻子 不但是一人獨爆喔 而是已經爆到 很誇張 還有他還可以輔助隊友 那因為以前的1314卡 是輔助隊友能力比較強 那現在15隻子也有輔助功能 甚至 就是 強於1314卡的輔助功能 然後自己的 能力又強到翻天喔 那我就覺得現在的卡真的是 嘖 哇 出到強的無法無天喔 那當然這也是卡牌遊戲的一個 必經之路啦 因為你卡路不出牆 人家就用以前的卡玩就好了喔 那 等於說遊戲公司也沒有辦法繼續經營喔 但是真的是強得很扯喔 真的是蠻扯的喔 等於說 你真的不可能不跟星卡喔 我是真的不愛跟星卡的一個人喔 但是你不可能不跟喔 你不跟你 你不跟一次還好 你不跟兩次 不跟三次 如果你已經三張星卡 都沒有在你的陣上 你根本不用想要在 這個 呃 有競爭力喔 根本不可能會有競爭力喔 你已經好幾張星卡沒有跟喔 你一直養那些 譬如說 不知道這個 有看我影片的網友有沒有 生涯阿修的 生涯無界的 生涯白盧的 啊 講真的 那個 沒有用啦 已經沒有用了喔 那個 你資源花了那麼多 在一個不對的角色身上 嘖 是沒有辦法 是沒有辦法達到你想要的效果的喔 你還是得拿星卡 然後把資源丟在他身上 才可以喔 所以現在不拿星卡的可能性 根本是不可能喔 不可能 當然除非你的隊伍有一些 譬如說女隊好了 你就不會去拿男卡嗎 那你就是把 蘇姿姿的女卡幾乎都要拿啦 對 那就是 就是這樣子搞 然後練得比較深喔 那當然還是有 這個一席之地喔 因為 因為 也有一些女隊的體系嘛 然後有一些 這個比較特殊的 玩法喔 那不然就是一波流喔 就選擇拿開場大的卡 然後怎麼樣 這樣子去做一個選擇喔 不然其實就是 拿張卡牆拿張卡拿喔 就這麼簡單喔 現在在這個 這個遊戲的階段喔 當然如果拿張卡牆拿張卡拿 你還是打不過很多人喔 因為 如果你沒有儲值的情況下 你的資源跟 符文戰魂 一定都輸那些 有出錢的人嘛 所以 拿張卡牆拿張卡拿 你就只能保持在 你原本的 這個位子啦 你想要往上爬 是不可能的喔 那記得當初我有用這個 一波流來逆轉這個 一切的局面喔 那真的是感覺蠻不錯的喔 現在其實我也有規劃一個新陣容喔 但是 要等我很多東西到位喔 那我是覺得有機會可以打回 第一第二名啦 這個我規劃的新陣容 不過 因為沒有儲值喔 這個陣容要跑很久喔 真的要跑很久 所以就慢慢期待吧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就是重新到來喔 那就是 再分享給各位看 各位一定馬上看到喔 他的惡夢女高真的很屌啦 所以剛剛輸這兩場也是 其實幸福口福啦 沒有說他是運氣好什麼的 是幸福口福的喔 只是我覺得說 欸 應該還是有 我有贏的機會才對喔 好 這一場的話 就漂亮很多喔 第三個回合 然後 目前這樣的戰況喔 啊完蛋 那女高又要去 找這個 對 殘血的 小大蛇喔 好可以喔 惡夢也擊殺免控 那無所謂喔 比如這個 女高跟惡夢 直接要堂浮露不死 就 不太會輸啦 但是我現在看到堂浮露的血量 又是有點岌岌可危喔 好 還好撐住了喔 因為堂浮露我現在還沒有練得很深喔 這個 還缺血脈輪死 大概二三十顆 然後 還缺 我現在紅3喔 紅5的材料我也都有了 但是紅4的我還沒有 因為我要等我身上123等 這個懷舊寶石就可以開出來了 可以開出來了 所以就是 燒帶一下吧 等到紅5完全體之後 這個 應該是就很不一樣了喔 這個老頭就很不一樣了 好 那最後 哇 他還是希望我打完5場欸 他可能是 希望我打完5場在身上這個重4組吧 OK喔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喔 那 一樣喔 有什麼任何我建議 萬一你在底下留言跟我講喔 不要留言 底下留言跟我講說我要妹妹之類的喔 好不好 我要震驚的 好不好 好啦好啦 來那我們就 今天就到這邊了 OK 掰掰